除了台中国际机场之外 台中港也是台中市对外重要的门户之一 行政院长赖清德一闲人马步停蹄来到台中港视察 除了了解台中港目前整体的发展之外 是否也提出台中港2.0计划 要迈向一个2.0版 就是国际邮轮是关键 现在都跳过台中了 就基隆然后高雄 跟台中港那么大 所以码头重新再整理 台中港公司就干啥 所以这个吃水还有所有周边的配套 至少要有航运大楼 一礼之后就能够接连我们周边的观光地带 将台中港升级城2.0 市府将在北段搭配原有的景点 打造生态观光专区 东段则是以三井Outlet为中心 定位打造商务观光特区 南段则是以发展离岸风电等绿能规划为工业绿能专区 而要让国际邮轮能够进出 市府也希望能够新建大型码头以及航运大厦 农产物流中心等 台中市政府非常关心 希望把高与湿地包括我们的武器银港 包括11月要开幕的三井Outlet等等 这一些在北侧的台中港能够形成一个都市的 一个重要的开放空间或者是让市民能够喜欢来的水暗观光的游戏袋 这个也是已经成型 台中港过去是大宗物资进出的港口 那我们现在应该跟与时俱进 给它新的任务 就是刚刚各位报告了 第一个就是能源转型的重要的港口 不管是NG的接收站 或是底岸风电的运围码头的总统需求 我们交通部或是港部公司一定要全力以赴 而在周边交通部分 是否也期望港务公司能够预留捷运蓝线机场预定地 让蓝线到台中港促进周边的发展 行政院院长表示 林家龙所提出的大台中希望123政策 一条山首线两个国际空港三个复读性都将全力支持 透过台中双港让台中成为国际性都市 也是台湾下的阶段发展的引擎与动力 介绍转 台中桑报导 就是连线的一个观光取棋机 连线的一个观光取棋机 請ito economic